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講到二無 當然要講到北溪 各位啊 美國也有這種政論節目啊 不是只有印度有個阿納布啊 美國也有啊 很有趣 就是在美國的一檔 這個節目上頭 大家也是討論啊 有來賓啊 有專家 還有連線什麼的 就找了一位美國的經濟學家 哥倫比亞大學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來視訊連線 主持人就提到了 關於歐洲能源的危機跟通貨膨脹 大概是怎麼會發生呢 那這個經濟學家呢 這個傑佛利呢 他就提到 他主要的問題是歐洲經濟正在 受到能源突然中斷的打擊 然後北溪管道的破壞 我敢跟你打賭 這一定是美國幹的 甚至還說 也可能是美國波蘭的行動 那是一種投機 哎呀聽到這邊 完了大事不妙 所以主持人聯盟打斷 那個那個那個專家專家專家 普洛普洛專家 我們必須就此打住 你這個是很嚴重的指控 有什麼證據 結果這個我們傑佛利沒有再給他 給他揮揚揚 那當然有證據啊 他說你看布里肯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這說法很奇怪啊 拜登2月7號也說過要終結北溪啊 我知道這跟西方敘事背道而馳 但事實是人們都認為是美國幹的啊 就連我們報社記者都私下告訴我說 當然是美國幹的不然咧 只是媒體不敢也沒有報導而已 然後這個主持人就吵吵說 哎呀因為沒有證據 也沒有雙方說法 所以我們就不要討論這個話題了 就轉掉了 各位這網路上我們不能播 彭博 彭博有新聞片段 歡迎你去看 非常有趣 主持人是慌張的 你還在說什麼啦 不要再講不要再講了 然後這個傑佛利沒有在理他的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 好來 來美國的軌跡 是不是真的人盡皆知 連美國的貓貓狗狗都知道 只有台灣人不相信 來這個佩斯科夫 客公發言人說 某些人在管道不運行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更多天然氣 我說的就是美國啦 就是美國啦 好那我們來看看 最近天然氣的期貨價格確實暴漲 那當俄羅斯沒有天然氣給了 請問大家跟誰買 暴漲誰賺到 美國賺到那不然呢 好注意了 美國這個保守派雜誌就提醒 西方真的不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不然等待歐洲的不只是寒冷冬天 可能還會是核彈爆炸 而且確實現在歐洲包含英國三千名現役軍人申請救濟金 三萬八千名特務軍人也要申請失業救濟 然後10月1號超過50個城鎮爆發 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 這是英國 然後在柏林10月1號兩場示威活動 批評政府進入俄羅斯戰爭 因為物價漲 是啊 對所以他薪水沒有漲 他根本 像我如果聽到一個英國 他們去訪問一個英國老太太 好老太太有夠胖 瘦瘦的 好三門好大 一直幹掉一直幹掉 就想說什麼都漲 我的老人年紀沒有漲啊 一直幹掉一直幹掉 好好笑 因為現役軍人 對啦 英軍其實 其實西方這些軍隊的薪水 沒有大家想像中高 他如果在他們自己的社會裡頭 其實就是一般般的薪水而已 那可是 連軍人至少比較保障 都要這樣就非常嚴重 那當然我們也沒有任何證據說 是美國做的 只有一些看起來好像比較接近是他 然後從道理上分析 美國也是最大的獲利者 用這樣去推斷 可是我請大家注意到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也就是 你不覺得美國這次的反應 跟過去完全不一樣嗎 他沒有說要氣兇 抓到兇手 查出真相 過去發生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美國第一個就是 我掌握可靠的情報 一定是誰誰誰幹的 然後就準備要出面 見面欣喜就來處理了 大家記不記得他當年 是怎麼打入伊拉克的 不就說人家有大規模混模性武器 打老半天然後說沒找到 對啊 沒找到 沒有 然後就是要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不是說 哦 你們幫助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賓拉登 對啊 你們幫助他 所以我要打你 結果後來咧 賓拉登跟他沒關係 在發地市場 所以 美國根本不需要證據 就可以指控別人 結果這次美國 居然一直在等證據 對 超奇怪 沒錯 賓哥講這個超關鍵 美國的態度 對啊 所以 老實講 本來大家就已經懷疑是你美國 結果你美國這次的反應 特別奇怪 正常的美國應該怎麼樣 管他真的假的 這時候你看 都是俄羅斯人幹的 我們大家要圍攻他 弄他 結果這次美國竟然 拜登也不講 布林肯也不講 大家都不講 還說 這個時候退斷太早了 不是我們 但我們也沒有說是俄羅斯 不不不 都太早 找你個屁咧 而且要求安理會去調查的是誰 是俄羅斯 不是美國 俄羅斯要跟北約一起調查 北約還說你不准來 是啊 這不是很怪嗎 老實講 根據美國的這些反應 我個人是認為 你美國越是做這樣反應 我認為你嫌疑越大 大概就是你了 因為你不想查 然後你也不敢指控別人 那就表示 因為你自己嫌疑太大 所以你不敢去隨便指控別人 所以我個人認為 美國大概很難去 洗脫掉這個嫌疑 真的啦 大家去看一下這一段 超好笑的 超越阿納布 以後就是傑弗里的這個 世界了 好想跟他連線 不曉得要怎麼取得 他的聯絡方式 他應該不會理我們 不然我真想聽聽他的說法 好 尤其是他講這一段 各位仔細思考一下 這個事情跟西方的敘事背道而馳 但是人們都知道是美國做的 連記者都這樣說 只是他們不敢報導 也沒人會去報導而已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值得深思的 好來 繼續我們來看 北溪爆掉 我告訴你 歐洲 並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哎呀 斷了跟俄羅斯的這個最後一絲牽連 跟他開戰 沒有 現在的歐洲可能更期待的是 趕快把北溪修好 你說歐洲去抓美國罪魁禍首 歐洲也不敢啦 趕快修好拜託 想辦法修好 保護好不要再報了 修好趕快供契 尤其我相信 現在 這個最仇惡的特拉斯 心裡一定這麼想 我們來看 特拉斯 終於認慫了 也道歉了 他宣布修改一週前推出的這個大規模 擷貧寄付 減稅計畫 他提到他說我們明白了 聽取了名義 45%的稅率已經分散了 我們推動英國前進的使命的注意力 那原因就是 9月23號 這個英國的財政大臣 在特拉斯上來之後呢 就宣布了197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措施 基本稅率調降1% 但所得最高稅率調降5% 所以一般人減稅1% 有錢人減稅5% 你媽好咧誰受得了 甚至大幅消減房屋購置稅 有錢人買房子不用付錢 不用付稅了太棒了 然後取消銀行獎金的上限 這個消息 這個政策當然是希望 幫助英國擺脫通膨 但是 23號宣布 24號英鎊直接抵給你看 直接 恰疊4% 是1985年以來的新低 然後就一大堆人出來幹狗 根本就是拿富人的錢啊 拿窮人的錢去幫助富人啊 把特拉斯罵翻 上任才幾天而已 弄得滿層風雨 尤其你看他29號 上節目接受採訪 還死壓著嘴硬喔 還說 緊追計畫不會導致金融不穩定啊 這是必須的 結果過沒幾天 現在終於認慫了 為什麼 我跟各位說 大家都會看民調 這是獨家 這個觀察家報的民調 他說特拉斯的這個支持度 從一週前下降9% 一週七天而已啊 變成下降37% 你看他差多少 你看他跌多少 然後 這個強生他被迫辭職之前 只不過是跌了28 你知道他們的民調喜歡又跌多少 那我找不到原始數字 他也不過跌28而已 這麼慘要滾蛋跌28 現在特拉斯跌37 另外呢 是這個 You Government 9月30號的民調 希望特斯拉辭職的人 11% 過一半 然後 英國國會的網站 大家可以來看 說立即提前大選 終結現任政府 造成混亂局面的請願書 有人發起 這是下午的時候 已經有46萬人連署 就希望提前大選 把特拉斯換下來 然後這個10月1號 也有這民調公司 做了政黨民調 倒楣的不只特拉斯啊 整個執政保守黨 全都倒楣啊 現在工黨的民調 已經快要離保 快要贏保守黨 將近20個百分點 你說真的是 有人說 這個七天 搞掉英國半條命 大使 這個除了他這些 財政政策上面 這個匯率啊 什麼稅啊 什麼 這些亂搞之外 他還跟歐盟去宣戰 他去搞那個 搞那個北阿爾蘭協議 神經病了 那個東西弄下去的話 英國真的會出大問題 會出大問題 另外他這個 他這個還沒有面對 就是說明年 明年是幾月啊 6月還什麼 這個蘇格蘭的 蘇格蘭要公投 又要獨立 獨立公投 你現在把這個 你把英國 英女王走掉了 搞不好就獨立了 你現在把英國搞成這樣 蘇格蘭還會再留在英國裡面嗎 才奇怪 所以所以他這個是真的是瓦解這個大英帝國的 真的他是這個是一個罪魁禍首 不過我們也希望他繼續留任啊 這樣子把英國也給他乾脆一次鬆結算了 對啊 不過這個這個實在是太離譜了 而且他這個裡面他牽涉到英國其實我上看一篇報導 他們很大的問題 他這種會影響到他這個整個的這些退休人口的退休金 那這個退休金啊 你這個英鎊貶值啊 他這個還有他這個 這個整個的他這個政府可能這個破產 他很多這些政府基金啊 各種方面的他那個 這種政府的債的 他的那個整個償債能力跟他的利率都會受嚴重影響 沒錯 其實很慘 這個連帶效應是很多靠Pension 靠這個退休金這些人口 現在上街頭的阻力 因為他們很怕英國的財政破產 對 英國的財政破產 這些每個月在那邊領退休金的人 那日子就完蛋了 所以他現在是過街老鼠 這個只是他自己造成的 我覺得 現在這些歐洲的領袖 德國也好 德國這些領袖出在哪裡問題 是綠黨的意識形態 對 一個找外交 綠黨兩個主席啊 一男一女啊 一個搞外交一個搞經濟 用綠黨的意識形態 在面對一個世界 世紀性的大變局 那這位 特拉斯 她是柴奇爾夫人的這些啊 柴奇爾夫人是她的偶像 拜託啊 柴奇爾夫人30年前呢 他大幅砍這個福利 大幅砍這些啊 社會主義的政策啊 最後啊 那個大的環境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那時候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美國有人跟他配合 現在是全球經濟大危機啊 你搞什麼意識形態的 經濟政策 意識形態的這個 國家主義 所以他必然失敗 而且他的問題 美國已經出來警告他了 美國政府前 上個禮拜出來警告他 制止他 英國倫敦是世界 第二大金融中心 紐約第一名 倫敦第二名 新加坡第三名 香港第四名 第二名的金融中心 不能開玩笑 你把這個搞垮的話 美國也 美國也 大家都一起弄 所以美國已經出手 美國已經出手制止他了 那以他目前的狀況 好像是 他們只要 這個現在保守黨裡面的人 就跟當時把那個 Johnson赶下去一樣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赶下來了 各位 四十六萬人去連署說 我們要把那個提前選舉 把首相換下來 英國人讚 幫你按個讚好不好 就像我常常 就是美國政府胡搞 但是我常常幫美國人按讚 因為他們真的是夠民族啊 我在臉書上面寫說 我就是支持拜登 川普的粉絲不會去罵你啊 你說我支持川普 拜登的粉絲不會去罵你啊 所以美國這些名人都很敢表態 那麼好萊塢明星啊 這個NBA球員啊 動不動在上面幹掉拜登啊 然後挺川普啊 他也不會 下面的粉絲 有的是挺川普 有的是挺拜登 他們也不會吵架 也不會因此 我要取消你最終 我不要追蹤你了 我要取消按你的讚 我們一夜之間掉五千讚 這種爛事鳥事 只有台灣會發生 都用這種道德意識行家 意識行家在綁架 好來 倒霉的 你以為只有特拉斯嗎 拜登總統也沒看到哪去啊 來我們來看喔 最近腦子又抽了 什麼意思 又抽筋了是吧 這10月3號 拜登訪波多黎各 下機之後呢 就有了這個畫面 待會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摟戴可以看一下 拜登站在原地 幫我上個字說 非禁止畫面 他就在那 他不曉得地上看什麼 不知道 地上什麼 地上傻也沒有 他就一直看 所以就是魔性的傻戰 看著地板 這樣的狀況 讓美國人其實很受不了 不過拜登總統 現在已經放話了 說要連任 而且這一次他放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 自己看啦 我就不說了 這年紀大了 確實辛苦 好不好 來 他說他要連任 他要連任放話的對象 可不是一般人 各位我們來看這一位 他是這個 就叫做牧師啦 叫牧師好了 他是2020年第一位知道拜登要參選的人 那這一次拜登也是告訴他說 我2020是要競選連任 所以可能性是蠻高的 但是拜登總統除了你 常常魔性的跟空氣握手 魔性的無法穿外套 魔性的發呆 魔性的講錯話 魔性的找已經往生的議員之外 你的國政真的有做好嗎 我們來看 對美國人民來說 最不滿的 都是拜登你最爛的 我們來看 這個民調非常有意思 在這邊 這是穆菲斯大學的最新民調 他說民眾最關心 美國民眾最關心的 第一個是通膨問題 82%的民眾很關心 第二是治安問題 72%的民眾很關心 可是偏偏大家最關心的通膨問題 是拜登民調最低的議題 就30%而已 滿意度做30% 然後大家第二關心的治安槍支問題 拜登的滿意度第二低 只有32% 所以我說民眾最不滿最關心的 恰恰是你做最爛的 那現在還有傳出 可能民主黨的藍州 民主黨藍色嘛 可能丟掉 說拜登的拉丁一選票要跑光光 這在哪裡呢 這是在內華達州 內華達州基本上是偏藍的 裡面很多拉丁裔 這個拉丁裔的選民 投票風向球 就是內華達州 而且民主黨的支持度 應該是稍微比較高的 但最近 內華達州民主黨的噩夢 是不是真實上演了 就是NBC的報導 說很多拉丁裔的民眾 不願意出門投票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經濟不滿 對疫情之後的就業市場 感到非常失望 所以有人就預估了 那現在民主黨籍的 內華達州州長 還有當地的三位眾議員 有沒有可能全軍覆沒呢 要求選舉還是要抗中啦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紐約時報也報導說 美國預計呢 本週要推出新的措施 擴大半導體的技術出口 到中國的管制 阻止中國取得用於超級電腦 和資料中心的晶片 使用美國製造的技術 都可能禁售產品 給遭拜登點名的相關機構 好啦 對美國來說 要擋住拜登 要擋住中國 好像也只能靠制裁 因為確實我們看到最近 包含我們昨天提到的 不論是在航空產業啦 在軍工產業啦 美國難以跟中國脫鉤之外 似乎也很難跟上 也很難跟上 然後我們來看 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 是不是緊握槍桿子 把東部戰區 中央戰區 西部戰區的人 掉了一番 似乎我們昨天提到 台海幫現在在 二十大的接班的梯隊裡面 是佔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那另外我們提到了 在中美的第六代戰機之爭 好像說現在 美國也稍微落後給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拜登總統 我看他沒有比特拉斯好多少 民眾最生氣的 都剛好是他做最爛的 霍恩哥 剛剛聽賓哥分析 這個美國在這個 北溪事件的反應很奇怪 這讓我想到這個 蘇貞昌院長在禁電視的案子 表現很奇怪 對對對 他以前只要有人講到他 就是我要搞啊 我要查啦 移送社會法 然後這一次 裴偉講 這樣說這個不必查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照剛剛這個 大使跟賓哥分析 假設黨 單純黨假設這個北溪事件 當然你要查出真相是很難 很難喔 那我比較悲觀 假設查出來 真的是美國幹的 我們蔡總統會講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都跪下來 說我不聽 我不聽 搞不好這樣 我不信 我不信 就一昧的這個 但是 但是你剛提到這個拜登 因為你最近我也都有在見看你的這個 就是說拜登的確很多 很奇怪的這個新聞 當然第一個你也很體諒說 他的年紀大了 確實是 但是我是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為什麼對拜登這東西 我是比較保留 為什麼 因為從兩岸關係來看 我是支持拜登的 因為難道你要讓川普回來嗎 更可怕 你看過去川普那四年 他是怎麼跟大陸對著幹的 美國是把 就是當初川普要賣我們的軍售 拜登是全部擋下來了 從自走炮 以降他通通擋下來 他通通都不賣了 他通通卡住了 所以你這個分析起來就是說 但我是從兩岸關係當我的切入點 如果跟川普來比的話 顯然拜登是好 拜登就出一張嘴 我會出兵 我會出兵 我會保衛 我也沒有計畫你啊 但是至少對兩岸關係來講的話 你不是那種挑釁的嘛 不像當時的這個川普也好 或他的彭斯 或者龐佩歐 每天沒事就抓著 他們都罵共產黨 CCP怎麼樣 一直罵一直罵 這個其實基本上 我是覺得可能 這個拜登來講 可能會好一點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聯合報 昨天專訪 這個陳部長 他說雙城論壇 柯文哲給流氓奉茶 這流氓是講大陸 柯文哲 因為雙城論壇 就是台北跟上海的 這個雙城論壇 這個雙城論壇 是給流氓奉茶 所以大陸是流氓 這陳時中的定義 他就是打抗中保台 這個是流氓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選出一個 抗中保台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抗中保台的蔡總統了 然後你還要再選一個 抗中保台的首都 陸市長 給他四年或八年 他說他是流氓 那如果他真的 你真的把他定義為流氓的話 陳時中講 陳時中說 如果雙城論壇是統戰的話 那不如不要辦 雙城論壇 在我看來那就是統戰 那不要辦啊 你現在就宣布不要辦 然後ECFA也不要辦啊 通通不要辦 因為他是流氓啊 那他是統戰 大陸對我們的 陸資 陸生 陸克 大三通 小三通 哪一個不是統戰 他希望統一我們啊 他所有會台的措施 通通都是為了統戰啊 因為他把你當成同胞 他把你當成自己人啊 所以我們台港澳 在大陸會有居住證 只有台港澳有啊 其他的國家去 你去大陸他就當成外國人 他把台港澳當成自己人 所以他發居住證給你啊 你可以跟大陸的民眾 要去買高鐵什麼 買票什麼的 他是把你當成同胞 那你現在說人家是流氓 那就花清解血 那你就不要跟流氓做生意啊 你應該把台積電叫回來啊 對不對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 大陸從 當然也是兩岸關係的變化 包括這個鳳梨 包括這個石斑魚 這個釋迦連霧 他制裁我們很多 我們不是去WTO 告了一年多嗎 大使你是專家 為什麼我們去WTO 告了一年多什麼都沒有呢 那到底我們在告什麼呢 那我們可不可以制裁 大陸我們什麼都不做啊 然後說人 莫名其妙罵人家是流氓 我不是幫蔣萬安拉票 因為我對蔣萬安 有很多的批評 我說這樣的一個 這種意識形態的人 這樣子的一個 要選這個 這個台北市長喔 但是我的結論喔 我只能恭喜 蔣萬安或黃珊珊啊 你們的對手是這麼極端的 謝謝洪文哥幫我開了個頭 來接下來我們到台灣來看看 有趣喔 來很多人最近很興奮 說韓國瑜回來了 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他提到了老闆性的錢不是錢 民進黨的三民主義呢 是民旨民高民騙 民進黨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局 至於詳細狀況到底講什麼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我也好久沒看到韓市長了 希望他一切平安 那看完了韓國瑜講話 我們來關心一下台北市的選情好了 因為台北市的選情就可以推斷整個台灣 大概民進黨會選成什麼樣子 最近讓大家很關注的喔 是陳時中10月1號跟賴蘇兩人同台 怎麼好像有點一冷一熱 說對蘇貞昌很熱情 我舉你的左手右手自己舉起來 可是對賴清德呢 不但湊了一張臉 我舉你的左手你的右手給我垂下來 欸可惡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欸是不是親書有別 那當然陳時中自己有解釋啦 說都是長官 感情都很好 沒有什麼大小眼的問題 可是偏偏我們的賴神啊 這次不神了 在陳時中的競選場的上面 居然講了一句話 說台北市是疫情的開始 這句話呢 網路上被轟爆了 甚至有89%的民眾覺得賴清德失言 會更減少陳時中的選票 也確實齁 從最近各方媒體的民調來看 陳時中基本上 都是墊底的 好 陳時中不重要 我想請大家回想一下 2018跟2020的狀況 2018選得很好 選得很好 我說是國民黨 選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大家都想選總統 對 欸那你看現在陳時中 崩成這樣 那你覺得國民黨的2022 會選不好嗎 我想應該選得不錯 然後呢 欸 就大家又要出來選總統 就大家再出來殺一遍了 所以現在呢 就已經有媒體開始做民調了 這是忠實 就是中天忠實做的民調 我們來關注一下 說現在在國民黨裡面 跟在民進黨裡面 到底誰適合來選總統呢 不用多說了 這個侯友宜 以50.2% 在國民黨的支持者裡面 藍營群當中認為 國民黨最適合的 獨佔毆頭 那在綠營裡面呢 當然不用提了 是我們的賴副總統 賴清德 好 那這兩個人 在藍綠陣營裡面 支持度看起來 好像都差不多 那假設兩人都出現 那在對決上一個 整天喊著要選總統的柯文哲 又會是什麼態勢呢 好 根據這個民調做出來 我們來看 這個賴清德是 30%左右不到 那侯友宜是27% 兩個人大概只差了2.6% 哎呦 很小的差距喔 國民黨好像有機會的感覺 那柯文哲 大概還有21%左右的支持度 不過沒有表態 無反應的 其實還是有不少人 好 那 問題就來了 對賴清德來說 對柯文哲來說 哎 這兩個人選2024沒有問題啊 不是啊 賴清德 他是行政院長啊 屁股 不是 他是副總統啊 那他選總統那也沒有問題啊 對柯文哲來說 他2022就卸任啊 2024的時候他也無事一身輕啊 沒有問題啊 可是侯友宜比較麻煩啊 因為如果今年他選舉連任上了 那他2024想出來選的話 他得辭掉新北市長 所以 來 會不會選2024呢 新北市民就給出了很多的答案 泛蘭選民覺得 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不會 其實比例差不多 那泛綠的呢 就好像很希望侯友宜出來選 你熊後期出來 弄你一個韓國瑜落跑 54.5% 超過五成 覺得他會 那民眾黨 也是五成 覺得 侯友宜會 這很妙 反正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好像 並沒有很希望他出來選總統 那不然你們希望誰呢 好 來 這個效應呢 現在已經出現了 兩種 第一種 侯友宜出來選 對手攻擊他 第二種 侯友宜出來選 國民黨開始 開始亂 這我說的 選得 那縣市場選得好 選這種大家都想選啊 我們來看幾個新聞標題 侯友宜選2024 四成新北民眾認同 那林佳龍說 不要浪費選票啦 那不要投給他 讓他直接選總統就好了 侯友宜 星期二零二四嗎 林佳龍說 新北市民要承決他 二零二四扛重彈嗎 侯友宜說 勇於承擔 民進黨就酸說 哎呀 你是有頭髮的韓國瑜 韓國瑜落跑劇本照著眼嗎 有卓冠婷 就引用了中天的民調 說他就是 有頭髮的韓國瑜 所以 侯友宜的高民道 是不是已經開始給 對手攻擊的機會了 另外呢 民調 侯友宜獲得50.2%的支持度 角逐2024 朱立倫有點不高興 說這個做這種民調 干預選舉 在罵我們啦 慘被碾壓 2024民調 藍營侯友宜奪冠 朱立倫說 扯其他的都是干擾 所以 給了對手攻擊機會 也給了國民黨 內部鬥爭的 藉口嗎 兵哥 時間剩不多 我直接講結論 侯友宜要出來參選 其實困難重重 為什麼藍軍的 對他相對支持度 反而比較低 認為他會出來選 反而比較低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國民黨那是 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忘記了嗎 上次韓國瑜 突然要出來選的時候 那一次助力 那個 那時候黨主席 吳敦毅 吳敦毅的制度 還沒有現在 助力都很高 那吳敦毅都還想選 對不對 所以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特別是今年2022 假設國民黨贏了 那助力人更認為 是有正當性啊 所以他一定會出來嘛 那侯友宜這個時候 他就算民調再高 他也不是穩贏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更亂 一定更亂 我個人是認為 2022國民黨就算贏 2024目前看起來 機會也是很妙嗎 因為侯友宜本身 不被認為是正男軍 所以他要出來 國民黨那很多人 自己本身就會不爽 對 這是個大的問題喔 所以我個人認為 侯友宜要選總統這條路 還非常漫長 中間的關卡 其實比韓國瑜都還要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 現在先不要去想那個 還是先把2022搞定再講 我看起來他好像這個有點 這個 這個 我要怎麼說喔 有一點這個 非我莫屬 捨我其誰的這種 勇氣啦 就承擔的勇氣啦 我覺得 從我們在這個周邊朋友 還是有朋友在這個媒體界嘛 在這個 的一些觀察 知道一些消息 就是侯市長 他 就 我提到 有 似乎有一種就是 捨我其誰 要為這個國民黨奉獻的這種 態勢啦 那當然 這個賓哥講的沒錯 因為 確實可能面臨很多的挑戰 那所以 大家從民調來看 這個 反而對藍英選民來說 大使 好像大家都覺得 是擔心他這個 重蹈韓國瑜的復撤 並沒有特別期待 由他在2022 披掛上陣 我覺得藍英選民 這種深藍的 還是有一些很強烈的 這個意識形態 對啦 價值體系 那你現在藍英的都規避這些 不曉得你在想什麼 那你的太 你以為我們這些藍英的 都是些唯物主義啊 對不對 就是為了吃點飽飯 對不對 他搞點小力 我們是有理想 有報復的青年 你們搞政治的 不要以為我們都是這些 丟兩塊錢 賞兩顆糖 對不對 給兩顆乳蛋 我們就投票了 我要三顆 對啊 搞清楚 還是要搞清楚你的價值觀 對不對 我們也有台灣精神 我們的台灣精神 跟那個民進黨不一樣 你要搞出一套 新的台灣精神出來 我們才認同 對 我是碰很多人都這樣 可能我比較 我比較 可是我跟很多 我 因為我以前選過 還是有很多朋友 叫我去接觸 大家都在精神上很缺乏 所以這些人 給我們點精神良食 不要在那邊搞那些物質的 我們不缺糖吃 好像是有點 就是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 只是我從很多朋友身邊得知 好像就是 有點太快了 就是針對這個 當然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等著看這個侯友宜 他在這個 2022的選舉 贏多少 如果贏得夠多 他就有體氣了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登 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 像是這20多種的氨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 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